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在没有绝对创新技术成果诞生之前,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纯粹的合作,越来越难基本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之下发展经济。 所谓零和博弈只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 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那么,在零和博弈之下,是否世界各国就严格意义上,无法合作在一起呢? 当然不是这样的显然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合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经济贸易量越来越大的原因,因此,在零和博弈之下,若想要使世界各国经济都能够各得其所,就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秩序。 这个经济秩序,只引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总的蛋糕就这么大,至于谁能够分多少,就完全依赖于各自的实力和能力了。 于是我们看到,像南美、澳洲、加拿大、西亚等经济体,主要发展资源型经济,也就是依赖于相关资源、农作物的出口来获得经济发展。 日德法易韩等亚欧发达国家,主要依赖于特定一部分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来获得经济来源。 过去,中国虽然成为世界上最全工业门类的制造业大国,但其在世界经济分工当中,主要承担中低端制造和代工铁牌生产功能,以此来发展国民经济,纵观全球经济里边。 只有美国承担比较全的门类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济职能因此,美国也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剩余的其他亚非欧不具备正面竞争力的国家。 要么经济规模比较小,要么尚未脱离贫困,要么产业比较单一,只要完全服从这一经济秩序,并可以自由发展兴不起什么风浪。 即便如利比亚这样兴点风浪,也会被打压下去总结起来。 世界经济发展大概分成四条跑道,资源型跑道,专业分工型跑道,大宗产品制造跑道和高新技术集结融跑道等四大类。 从四条经济跑道的功能,来看美国主导的高新技术集结融跑道是最佳跑道。 经济主导能力强获利能力,最强其余三个大类的跑道,主要是帮助美国经济时宜补削。 即美国不能独立完成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交由这三个跑道的选手来做。 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也有包括前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试图挑战美国所在跑道的地位,希望换到到美国的跑道上,进行全球经济。 经济当然众所周知的原因。 前苏联出现分裂自动退出竞争,现在俄罗斯甚至直接被驱赶到资源型跑道上来。 过去强大的制造能力不复存在,德国和日本经济也曾经想要换到奔跑, 也相继通过诸如此广场协议等一系列手段被强势退回到自己的跑道上来。 在后来,二者便丧失野心,安于在自己的专业分工型跑道上发展各自的经济。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再终低端制造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近十四亿的人口,带领如此庞大的人口,只发展中低端制造业,显然逐渐力不从心于是。 发展高端制造业,进入到更加宽敞的跑道,便是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够带领近十四亿人口实现小康社会。 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的直到追赶和换到超车,必然会使得美国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而且按照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在未来十年之内,极有可能超越美国。 这样,中国便独占第一跑道,水跑得快,自然水就能够获得更大的但高分配权。 美国自然而然就不愿意于是,便设法为中国经济发展制造障碍。